哈喽大家好,我是芷芊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这个Skin Deep Beal 护肤品系列啦 今天的第一款产品呢 就是5X Ceramide Low pH Cleanser 这款洗脸霜呢,它是主打适合给任何肌肤的人使用 它是这一款Low pH的洗脸霜 它是非常非常的温和 不会太刺激我们这个皮肤 它含有了这个Amino Acid Niacinamide 还有这个Hydroyric Acid 用起来呢,不会使我们的皮肤干燥 第二款洗脸霜呢,我们就有泡沫型的洗脸霜 Amino Acid的Ultra Gentle Cleansing Mask 这款洗脸霜呢,它是泡沫型的洗脸霜 然后说到泡沫型的洗脸霜呢 它是可以非常有效的,深层接近我们的肌肤 所以是非常非常适合给这个油性肌肤的人使用 接下来呢,就有这个Clay Mask 第一款Clay Mask呢,我们就有 Markwood Anti-Pause and Acne Clay Mask 这一款呢,它是主打呢,可以消除痘痘呢 减少我们皮肤泛红的问题 它主打的成分呢,就是有了这个Markwood呢 也就是可以非常有效的镇定我们的这个肌肤 同时呢,它还含有了Nyacinamide,Cely Cely Acid 还有这个Centella Asiatica 这些成分呢,就是可以非常有效的镇定我们的肌肤 同时呢,还可以减少我们的皮肤呢,长痘痘的问题 那第一款Clay Mask呢,我们就有Vocano Clay Mask 那这一款Clay Mask呢,是非常适合给油性肌肤的人使用 因为这一款Clay Mask呢,它可以生成的挤进我们的肌肤 不管你有这个毛孔阻塞呀,或者是有黑头粉刺的问题呢 大家可以使用这一款Clay Mask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这个化妆水的部分 Skin Deep Pink呢,一共推出了四款的化妆水 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款的这种化妆水 这一个呢,就是Glycoric Acid Daily Clay Frying Toner 这一款化妆水呢,它是主打呢 帮助提亮我们的肌肤,帮助改善我们皮肤暗淡的问题 这一款Toner呢,可以说是呢,是适合给任何肌肤的人使用 然后如果你是有这个长痘痘的问题呀 痘疤痘痘的问题呢,大家可以选择这一款 可以帮助提亮我们肌肤的这一款化妆水 如果大家的皮肤呢,是属于这个敏感性肌肤的话呢 大家可以使用这一款5XRM的Shooting Toner 这一款呢,它含有了5种不同的Ceramide呢 帮助有效的修复我们皮肤屏障受损的问题 同时呢,它还含有了这个Charlendula 也镇定我们的肌肤 还可以减缓我们皮肤泛红的问题 再来呢,这一款化妆水 Aha Baha Paha Exfoliating Toner 这一款Toner呢,就是含有了5%的Aha Baha還有Paha 这一款化妆水呢,是非常适合给这一个油性肌肤的人使用 非常有效的减好我们皮肤毛孔阻塞的问题 还有可以减少我们皮肤容易出油的问题 然后这一款化妆水呢,它可以非常温和的去除 我们脸上的死皮还有角质 所以呢,它呢就是有这个帮助提亮肌肤 减少油脂,然后可以减少痘痘的问题 接下来的这一款化妆水呢,它是属于Axen Type的这一个化妆水 它的质地呢,是比较偏粘稠 这一款Toner呢,也就是4D Hydroic Acid Barrier Axen Toner 如果你是肝性肌肤的人的话呢,大家可以选择这一款Axen Toner 因为这一款Toner呢,它就是含有了Hydroic Acid 非常有效的帮助保湿还有锁水 它还含有了这个Ceramide还有这个Centella 它还可以修复我们的肌肤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看这个Serum的部分 那Skin Diffin呢,一共推出了6款的这个精华液 那第一款精华液呢,我们就有了5X Ceramide Barrier Repair Serum 这一款精华呢,它主打呢就是修复我们皮肤屏障问题 同时呢,它还含有了这个Centella Acetica 镇定我们的肌肤 它的质地呢,它是偏轻薄款的 所以呢,它是非常适合给任何肌肤的人使用 用完之后呢,它不会使我们的皮肤造成任何的负担 非常容易的吸收 接下来这一款精华 5% Salicylic Acid Anti Acme Serum 这一款精华呢,它含有2%的这个Salicylic Acid 可以帮助的减化我们皮肤长肚肚的问题 它还含有了这个Ceramide 还有这个Centella 就是可以帮助镇定我们的肌肤 同时它还含有了这个Nia Sinamide 所以呢,如果你是有这个痘痘肌的人的话呢 这一款Ceramide是非常适合可以帮助减少痘痘 还有减少皮肤出油的状况 那接下来的这一款Ceramide呢 也就是10%Nia Sinamide Brightening Serum 这一款精华液呢,主打呢 就是可以帮助提亮我们的肌肤 因为呢,它含有了10%的这个Nia Sinamide Nia Sinamide呢,就是可以非常有效的提亮我们的肌肤 使我们的皮肤呢 这个肤色呢,看起来更加的均匀有光泽 除了Nia Sinamide呢,同样呢 它还含有了这个Alpha Abutin 就是可以帮助这个Nia Sinamide 来提亮我们的肌肤 达到一个提亮肌肤 减少皮肤黯淡,没有光泽的问题 同时呢,它还含有了这个Ceramide 还有这个Centella 同样呢,就是可以帮助修复我们的皮肤屏障 还有呢,镇定我们的这个肌肤 减少皮肤长痘痘的问题 那接下来这一款精华呢 是适合给这个干性肌肤的人使用的 4D Hydroic Acid Hydrating Serum 这一款Serum呢,就是含有了这个Hydroic Acid呢 就是可以非常有效的达到这个保湿的这个作用 它还含有了这个Peptide Ceramide,还有这个Thermal Water 如果你是有这个干性肌肤的人使用的话呢 大家可以使用这一款Hydroic Acid的这一款精华液 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这一款 Dark Spot Eraser Serum 那这一款Serum呢,它就是可以帮助 它就是可以帮助改善我们皮肤色素 暗淡,没有黄疹的问题 Nasinamide呢,它就是可以非常有效的 提亮我们的肌肤 同时呢,还可以改善我们皮肤出油的问题 然后它的质地呢,是偏清淫的 同样呢,也是非常适合给任何肌肤的人使用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介绍这个第六款的精华液 Gentle Air Retinol Renewable Serum 这一款精华液的主打就是抗老化 减少我们皮肤做纹细纹的产生 因为这一款精华呢,它含有了这个Retino 然后它的Retino呢,它呢,是这个 一颗一颗Capsule的这个Retino 所以呢,这个Retino呢,它在生成的进入我们的肌肤之后呢 它可以有效的抗老化